Hello 大家好 腐烂香蕉我们不要扔 越烂越值钱越好用 可惜很多人都把它当垃圾扔掉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腐烂香蕉的妙用 下面跟这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香蕉我们平常都喜欢吃 价格不贵 香蕉里面还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每天饭后来一个香蕉 能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甲 香蕉里面含量的甲量是非常高的 香蕉虽然好吃 但是它不好保送 过一段时间这个香蕉就会腐烂 这种腐烂的香蕉大家不要吃 吃了以后会造成我们腹泻 严重的会危害我们的生命 否则香蕉呢 它其实可以用来做我们花或者种地的一些肥料 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 您放这么一个辣香蕉 切碎以后放到花粉里面 您种花或者种地 您就看见你的花或者作物长得非常的好 第二个腐烂香蕉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清洁剂 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乙酸 能清除油渍 非常的效果不错 今天腐烂香蕉这两个小妙招就分享给大家了 非常的实用 您还有哪些腐烂香蕉的小妙招 欢迎您打到评论区 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观看